在昨天的罷課前夕 我一起床 我首先見到我有十個miss call 原來有些記者 電台的主持都是跟我說 我很榮幸上了文匯報的A2頭版 我特意買了一份 回家是珍藏的 甚少上頭版 穿這麼大的樣子 之後隔了幾分鐘 我開Facebook 我就見到原來我們的同學 排單張 拿著揚聲器 一個維園喇叭 一揮拳架下來 牙刀崩了 之後再多一會 我看了新聞 我見到教聯會的朋友 他們居然會說 學生今天為了民主罷課事小 未來學生如果他們的飲食部 魚蛋加價都會罷負 會搞亂社會 我想問大家 爭取民主和學校那一串魚蛋加價 可不可以雙提並論 不可以 教聯會有什麼說 有沒有問題 有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整個社會 就是充斥著很多這些貿論 我們爭取民主 你多不認同也好 這是一個我們對理想的追求 你說我不實際也好 你說我們太理想也好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我們學校小食部那串魚蛋 由五元加到六元 或者加到七元八元都好 他只不過是我們校內的事 我不明白 為什麼教聯會要不斷去攻擊我們 我們會說 我們今天的罷課集會 朝十晚四 現在已經去了四點鐘 我想問 我們今天能不能夠證明到 罷課是和平的 和平 現在我們整個集會 根本 由朝早十點鐘 去到下午四點鐘 六個鐘就能夠完完全全的 反擊所有建制派的謀論 你跟我說我們暴力 說我們不和平 我跟你說我們不知多理性 你說我們黑社會 我心想 哪有黑社會 會叫人去聽教授講書的 哪有黑社會 會叫學生要抄筆記的 你不是為了黑社會 你不是為了黑社會 要不問 你不是做黑社會